中美两国逐步的恢复了贸易谈判 美国把华为当成了筹码 要求北京政府要多让步一点 他们要拿多一点好一点的条件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 他拒绝被美国当成了人质 他透过了美国媒体的专访 他高调的跟北京政府喊话 说你不用管我 你不用救我 我自己好好的 要求北京政府不要被美国操弄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在中美的贸易谈判过程当中 北京政府为了要救华为而让步的话 那就好像华为做错事了 任正非说华为没有做错事啊 不需要政府来救啊 我们自己非常OK 任正非也讲 他说美国要完全的切断跟华为之间的交易 好啊你切断啊 这个华为完全可以摆脱美国自立自强 他还讲了这么一句话 哇很有底气 有guards 他说美国要拒绝华为 在5G领域当中 那就会是美国落后的开始 华为敢讲这么多话呢 那当然有他的原因 我们来看华为到底有什么底气这么说 因为美国的华为禁令 倒霉的真的是美国企业 因为他们调了一个好大的客户 那现在呢 白宫方面也知道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来自企业界的反弹 白宫即将召开一场座谈会 他找了Google 找了英特尔 找了高通博通 这些全部都是华为禁令底下受到冲击的企业 每一家都是满腹苦水啊 希望可以跟白宫正面的表达意见 那现在白宫开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找了这些你就明知道他一定会帮华为讲话的人 那大家说那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在帮华为禁令找一个下台阶呢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华为禁令有可能解除吗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那么首先先从贸易战的一个最新谈判进展来看 好那我们就来看到川普总统又讲话了 好那他讲什么话呢 大家就问说 哎呀好了这个总统先生问一下 这个贸易谈判现在进展如何 那川普就讲了笑咪咪 说我们的美努钦他们的财政部长 已经跟这个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 有一场这个电话沟通 他说那个电话沟通是非常非常wonderful 非常棒的一个谈话 然后他讲了继续讲 人家只问你说谈得怎么样 他又要开始重讲一遍 说中国经济有多差 美国经济有多好 讲来讲去就是那一篇 他讲说哎呀你看我们真的很棒啦 不用担心谈判啦 美国可以谈得很好啦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啊这个很糟糕啦 过得很不好啦 人民吃草根啦 中国经济27年来最糟的一年 那我们美国呢 哎呦我们美国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时候了 然后他又讲了 大家很担心说 那你不是说谈得很好吗 那中国怎么还没有买农产品呢 他说不用担心农民 我也照顾得很好 他说我们跟中国克来的关税哦 这个billion billions在克哦 数十亿数十亿 然后呢这些钱呢 我就把他们拿来补贴 补贴我们的农民 所以呢会让农民过得非常好 好了这个就是川普对于贸易谈判最新的谈话了 那我们就来看啦 他所谓的照顾农民啊 是怎么样一个照顾法 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 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不断的讲说 我们要这个要求中国多买一点美国的农产品 因为呢像是这个美国的大豆 那就是川普最主要的票员 他的票仓 几乎都是在种大豆的大豆农 然后还记不记得在G20当中啊 这个川普不是得意洋洋说 有中国答应我们 要跟我们采购好多好多农产品 要跟我们买大豆 我的票仓 他回到他的票仓 他最近在竞选连任嘛 回到他的票仓 还打包票 这个拍胸腹 不用担心 这个马上订单就来 这个讲老半天 让中国不理他耶 那他有点面子挂不住哦 所以他就推特一直写 说你们怎么不买咧 不是答应了吗 怎么没买咧 订单咧 讲老半天 我要生气咯 那怎么办呢 谈这个贸易谈判要谈嘛 所以呢 这个中国也是得要释出一些善意嘛 所以我们来看中国的善意 你看这善意会觉得很有意思哦 好 你要我买大豆是不是 偏不买 我掉你胃口 他买什么 我买点高粱 也没有买很多 买一些 他买了高粱哦 这个是新华社正式宣布说 我们重新开始采购 美国的农产品 他买高粱 你很喜欢大豆对不对 偏不买你大豆 买高粱 买了五万一千多公顿的 这个美国的高粱 那这个是四月份以来 这个最大的一笔 这个高粱的交易 那大豆类大豆类类 川普又要问 大豆我的大豆 心心念念我的大豆 他说大豆取消订单耶 你不是答应人家说 要买大豆吗 还跟人家打包票说 不用担心订单 马上就来 被取消了耶 你看他取消了 9853顿的美国大豆进口 大豆能可能三条线 可能气歪掉了 你说中国这一招 到底是哪一招啊 你心心念念要人家买大豆 我就偏不买你大豆 然后呢 我就买了高粱 那你说你当初只说 农产品的订单 你又没说 我一定要在你的票仓 给你买大豆 你又没讲嘛 那我有买啊 我也算是有点交代 对不对 那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讲了 分析说 哎呦 中国这一招还很高耶 这样的手腕哦 让这个川普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你说我没买嘛 我有买啊 那你又没有买我的大豆 对不对 又让他感觉很生气 但又不能真的气出来 因为人家也是买了嘛 所以呢 大家说这是中国的 谈判手腕 这是他把大豆订单 当成他的谈判筹码 到时候上了谈判桌 哎 谈得很好 那我就买你一点大豆 那谈得我不太高兴 那我就继续不买大豆 你又奈我何 我这次买了点高粱 你不高兴吗 那我改天再给你 买一点点小麦 反正我就是不买你大豆 那到底这个农产品的订单 对于川普 他的一个票仓的票源来讲 多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 川普怎么谈 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所以 好我们刚看到就是川普总统 那么对于这个贸易谈判 他讲了这个通话了 那接下来就是面对面谈判 然后不忘损一损中国的经济很差 所以呢他说现在还是这个中国急着谈 我们就是好诊以下 好但无论如何我们来看中国这个 现在被当成谈判筹码的华为 这个指标性的企业 美国呢一直揪住华为 要把他当成是很重要的谈判筹码 但是呢华为很不甘心啊 为什么莫名其妙你要把我当成谈判的筹码 我们看到华为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他又不是国营企业 他就是一家私营企业 到底美国为什么要揪着他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任正非不甘于被当成筹码 不甘于被当成人质 为什么要抓住我呢 这个何德何能是多厉害是不是 干嘛一直要揪住我 所以我们来看到了 这是任正非直接跟北京政府喊话 他说你不用为了我让步 谈判桌上美国拿华为出来当成人质 说你不让步的话 我捏死华为哦 这个他讲说北京你不用让步啊 你不用救我 我很好 他说呢如果北京为此让步的话 那好像真的我做错事了一样 我做错事了你跟我让步 他说问题是又没有 所以他说华为没有犯下任何的罪行 所以他说在谈判桌上中国完全不需要为我让步 那中共北京政府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欺负我们家私营企业呢 对不对 那你欺负他你美国不跟他做生意 你真的扼杀了他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前景 怎么样怎么办呢 那任正非说不用担心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些呢是任正非接受了这个雅虎财经的一个专访 然后他讲了非常多 他这个除了跟北京政府喊话说不要把我当筹码 你不用担心他要这个威胁你拿华为威胁你不用怕他 因为呢华为会生存的很好 他怎么说呢 他说现在的华为可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哇很有底气讲这句话 他说呢摆脱了美国的依赖 反正现在就是如此嘛 华为禁令不是正在执行当中吗 那其实呢这个华为禁令只是不能供货给华为 那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早就有其他的禁令 让华为不能够把产品迈进美国嘛 所以他讲说其实对美国的依赖本来就是非常少啊 那你现在已经可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所以你不用把我当筹码的 没有关系你杀不死我的 他说呢现在的华为 美国东西不要卖给我 我的生产不但不会停下来 反而会进一步的提高 因为呢其实华为跟美国的这些供应链 买的东西有很多 华为自己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说我跟英特尔买这个晶片 他说呢你要卖给我我就跟你做生意 我就跟你买搭好来好去嘛 但是你不卖给我 晶片我自己也可以做啊 所以我就是多做一点我自己的晶片 我就不用跟你买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说你美国禁令要持续 没有关系啊 我的生产不会停下来 我晶片我产量还提高了 我自己做就行 但是呢 他说在5G这个领域啊 美国你要完全把这个华为给摆脱的话 哦那你会失去发展5G的优势 他怎么说呢 他讲这句话很关键 他说美国要拒绝华为将会是美国落后的开始 好我们看到这是他的这句话 他说呢这个川普你的华为禁令 根本威胁不了华为的 好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华为非常有底气 说没有关系啊 你就不要做生意拉倒嘛 对不对 我去找别人做生意 世界这么大 不是只有你美国而已 那我们就来看现在急的是谁 急的是美国企业啊 华为禁令 这个川普自己说要松绑嘛 然后呢这个财政部长也跳出来哦 到处去跟企业讲说 你们可以赶快来申请豁免 你们可以赶快来申请豁免 申请完之后 你就赶快回去跟华为做生意 为什么 白宫急了 因为呢这个华为禁令 已经冲击到很多 都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些企业的获利 我们来看到7月22号 白宫要召集科技巨头 开了这场解决华为问题的一个座谈会 然后呢找了一大堆这个科技巨头 全部都是在华为禁令当中 他们的业绩受到冲击的 像英特尔 这是卖晶片给华为 另外像高通啊 博通啊 像微软啊 像美光啊 像Google Google很重要 因为呢这个华为的手机 必须要加入Android阵营 Android阵营是Google的 所以呢现在这个Google呢 赶快已经申请要跟华为继续合作 那有人形容说 这样的一场这个座谈会啊 是白宫给自己找的下台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这个面子挂不住嘛 这个本来要禁止你的 突然间又松绑你 现在开了这场座谈会就可以说 我们是顺应民意啊 你看这么多的企业都来陈情啊 那我们就顺势松绑了吧 这会不会是美国帮自己找的一个台阶下呢 那就让我们持续的拭目以待 不为美国总统川普纠纵笔致 华为最新广告暗示将会越冷越开花 新 technologies are highly complicated although the US is very strong it hasn't developed all those technologies yet so they've decided to pick on us by focusing on some very insignificant issues we still trust the US courts for their rulings we are far ahead of the US companies in terms of new technologies 华为 has over 11,500 core patents gran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has over 90,000 patents that support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US should look more at 华为's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instead of finding faults with our weaknesses 华为创办人兼总裁任正非 最近接受雅虎财经专访 面对记者咄咄逼人 有备而来见招拆招 不但反驳华为票窃创意 还说华为会选择在美国裁员 完全是官逼民犯 First, FutureWay is a US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US Entity List regulations they cannot send any of their R&D results to Huawei and no employees at FutureWay are allowed to have any contact with Huawei employees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us to manage this company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m Before Huawei was added to the Entity List we invested 500 million US dollars into FutureWay in 2018 and plan to invest 600 million dollars in 2019 now we cannot make any further investment because we are not allowed to engage with FutureWay employees what is our next step? this depends on the US government's direction 面对美国参众两院大团结 呼吁川普绝不能解除华为禁令 还将在白宫召集Intel、Google、高通等科技业大佬会商 如何对付华为 任志飞谈话软中代印 强调不靠美国 华为也活着下去 No, we have not adjusted our goals for 5G This year we are expected to ship out 600,000 5G base stations which will grow to around 1.5 million next year Our 5G busines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US ban in any way Okay, so the base stations, the routers you can continue to make those without any US components? That's correct According to our estimations revenue from our network connection business will drop by 2% as a result of the ban We didn't expect our consumer business to be affected more severely 事实上任正非在另一场 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 就对华为的全球5G布局信心爆棚 你们可不可以预计 你们比方说今后一年以后 能得到多少国外的5G的合同 我认为国外应该说 大多数都会采用我们的5G 因为只有我们提供的东西是最先进 最有实际性价值的 对吧 所以客服经历了20多年 跟我们的这种活着 所以客服不会 就是虽然听进几句话 就放弃对我们的选择 无端扯上美中贸易战 人正非忙着与中南海接割 因为这场华为风暴 最让西方世界有话可说的 就是华为与中国政府过同生命 你愿意不愿意看华为就纳入这种贸易协议吗 你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他说对我有啥好处呢 美国我们销售为民 他拿我去在两个球 你看两个大球在碰撞的时候 我是一个小芝麻 撞来撞去芝麻撞出油来了 你说这个油流到来去了 美国没有我的利益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美国的中美两个母亲会谈呢 现在几大科技业者被迫与华为保持距离 人正非双管旗下发展自己的鸿蒙系统 也不放弃与Google继续合作 如果您不能用Android 您有一个计划吗 首先我们这个操作 首先我希望说几句话 我们的在家的OS汉蒙 这动作系统 帮助很多网络的应用 像智能电视机 智能电视机 和接近软软 总裁义夫当关 显然让华为全球主管世袭大政 不在低姿态应战 而是主动警告华府 再打下去肯定两败俱伤 虽然以总裁身份 任正非态度强势 但谈到人被拘禁在加拿大的女儿孟晚舟 难得真情流露 你的父亲 你已经看见你的女儿 过了几个月之后 几个月之后 你以为父亲 看着什么在加拿大 首先我们还是要相信 尽管美国欧盟质疑安全问题 但华为依旧喊出年产2.7亿只智慧手机的目标 看来这场5G之战 短期内还不会落幕 三新闻综合报道